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好嘴楊八》 作者馮濟才 金門聖帝能人如臨 此間出了兩位賣茶湯的高手 把這稀鬆平常的街頭小吃 幹得遠近聞名 這二位 一位胖黑敦厚 名叫楊七 一位細白晶朗 人稱楊八 楊七楊八好在哥兒倆 其实却无亲无故 不过他俩的爹都姓楊霸了 楊八本名楊八 由于八与八同音 楊八的年岁 长相又比楊七小 人们便错把他当成楊七的兄弟 不过要说他俩的配合 好比左右手 有非亲兄弟可比 楊七手一高 只管闷头制作 楊八口才好 专感外场照应 虽然里里外外 只这俩人 既是老板 又是伙计 闹得 却比大买买还红火 楊七的手艺好 关键靠两手绝活 一般茶汤 是把熟米面 插好后 捏一小撮黑芝麻 撒在福头 这样做 香味只在表面 越喝越没味儿 阳七自有高招 它先盛半碗 熟米面 便撒上一层芝麻 再盛半碗熟米面 切好之后又撒一层芝麻 这样一直喝到酱了碗底都有香味 它另一手绝活是 芝麻不用准立的 而是先使铁锅炒过 再拿擀面杖压碎 压碎了 里面的香味才能出来 芝麻必得炒得焦黄不糊 不黄不香 太糊便苦 压碎的芝麻链 还得粗细正好 太粗肺嚼 太细就没嚼头了 这手活儿 别人明知道也学不来 手艺的能耐全在手上 此中道理跟写字画画差不多 可是手艺再高 东西再好 拿到生意场上 必得靠人吹 三分活七分说 死人说活了 破货卖好货 买卖人的功夫 大半在嘴上 到了需要逢场作戏 八面玲珑看风使舵 左右逢圆的时候 就更指着杨八那张好嘴了 那次李鸿章来天津 地方的浮现倒台 费尽心思 究竟拿麻样的吃喝 才能把中堂大人哄得高兴 京城豪门 山珍海味不新鲜 新鲜的反倒是地方风味小吃 可天津味的小吃 太粗太土 熬小鱼刺多 容易卡嗓子 炸麻花帮硬 弄不好个牙 琢磨三天 难下决断 幸亏知府大人 原是地面上走街串巷的人物 麻都吃过 便举荐在杨家茶汤 茶汤 粘软香甜 好吃不鲜 众官员 一齐称好 这便是杨八发迹的缘由了 这是下赏 李中堂听过本地小曲 莲花烙子 饶有兴味 满心欢喜 撒泡热尿 深爽富空 要吃点心 知府大人忙叫杨七杨八 献上茶汤 今儿两人自打到这市上来 头四里外全心 青裤青挂 白金白袜 一双手拿剪面洗的 塞脱腾皮那样干净 他俩双双姜茶汤 捧到李中堂面前的桌上 然后一并退后五步 垂手而立 说是天后吩咐 时事请好请赏 李中堂正要尝尝这金门名品 手指尖 将碰碗边 目光一落碗中 眉头呼得一皱 面上顿起阴云 猛然甩手 啪的将一碗茶汤打落在地 碎瓷乱飞 茶汤泼了一地 还冒着热气 在场众官员吓蒙了 杨七和杨八慌忙跪下 谁也不知道 中堂大人为麻烦怒 当官的一个比一个糊涂 这就透出杨八的明白 他眨巴眨巴眼 历时猜到中堂大人 以前没喝过茶汤 不知道撒在福头的碎芝麻 是麻东西 一准当成不小心掉上去的脏土 要不然会有这么大的火气 可这样难题就来了 倘若说这是芝麻 不是脏东西 不等于骂中堂大人咕噜寡闻 没有见识吗 倘若不加解释 没有等于承认给中堂大人吃脏东西 说不说 都是要一顿臭揍 然后砸饭碗子 而眼下点要紧的 是不能叫李中堂开口 说那是脏东西 大人说话不能改口 必须赶紧想折 抢在前头说 杨巴的脑筋飞快的一转 两转三转 如意来了 只见他脑袋撞地 咚咚咚 磕得山响 一边叫道 中堂大人息怒 小人不知道中堂大人 不爱吃鸭碎的芝麻粒 惹恼了大人 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小人这次 今后一定痛改前非 说完又是一阵想头 李中堂这才明白 刚才茶汤上那些黄渣子 不是脏东西 是碎芝麻 明白过后便想 天津味酒和下烧 人性恋达 生意场上心灵嘴巧 这卖茶汤的小子 更是机敏过人 居然一眼看出 自己错把芝麻当作脏土 而三两句话 就叫自己明白 又给自己面子 这聪明 在眼前的浮现倒台中间 是绝对没有的 于是对杨八心生欢喜 便说 不知道当无罪 虽然我不喜欢吃碎芝麻 但你的茶汤 明满金门 也该嘉奖 来人啊 赏银一百两 这一来 叫在场所有人 摸不着头脑 茶汤不爱吃 反倒讲巨银 喂马 傻啦 杨八趴在地上 一个劲的叩头谢恩 心里头却一清二楚全明白 自此 杨八在天津城 威名大振 那杨家茶汤 也被人们改作为 杨八茶汤了 杨七反倒渐渐埋没 无人知晓 杨八对此毫不内疚 因为自己成名 靠的是自己一张好嘴 李中堂并没有喝茶汤呀